好 我們開始第二講 第二講 我都很感恩 會多了些時間 我就很怕那一小時的 準時就會完 但是第二講的時間就多點 多了60分鐘 其實我也有很多話說的 很多話說的 好 領袖公義從昨晚 我們看第一章 真的不行 軟了一點 好 經文呢 我是會一路跟大家去看的 第二講的重點 意識是要聽 就是對首領講的 剛才對國家講的 審判國家 現在就審判領袖 那麼審判領袖呢 集中是一節的 就是三章十一節 就在上面打出來 我們一起讀這一節 首領為賄賂行審判 祭司為戶價師分配 先知為銀錢行占卜 三種人 三種的領袖 第一種呢 第一種呢 就是政府的官員 這種人呢 他竟然是為行賄行審判 貪賜 第二種呢 祭司就是宗教的領袖 為顧價就是人出糧給他 就看老闆的要求來教導 就好像呢 今天傳道人要看他執事的樣子 聽什麼就說什麼 那你就沒有什麼好說的 真的 你經常看著那些老闆 不是說教那些執事老闆 有些是啦 那你怎麼教導呢 是吧 你怎麼責備呢 所以過去歷史上面 那些很有勇氣的傳道人 不為顧價 就在歷史上面 真的產生很大的影響 有一個可能你聽過 愛德華茲有沒有聽過 美國很出名的掌老會的一個牧師 他是帶領全美國復興 愛德華茲在美國Fantum的地方 牧羊了23年 帶領了整個美國東岸屬令大復興 但是這個牧師呢 他發現他們執事做了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就是當時的美國人 認為整個美國土地是英皇Charles給他們 所以他就憑著英皇皇室那個余告的文件 是無需要賠償任意佔領人家安慰土地 並且將它驅趕屠殺 愛德華茲認為這樣就是完全不公義 那麼他們說怎麼公義呢 合法嘛 英國皇帝讓我們這樣做 你憑什麼 你是牧師的嘛 你講回你的道 愛德華茲說對不起 按照聖經 你這樣是不公義 來搶奪印第安慶祭會議 我不發政策給你 結果呢 那個執事會就開會 就通過 將牧師炒柔 全個教會震驚 這個牧師23年 由一個很小堂會 去到一個很大的堂會 並且帶領全北美的 蘇聯大法復興運動 第一次復興運動 第一次復興運動 由於廣道員會很多人悔慨 現在竟然間要炒他 不是故意 不是因為你請我 我就會聽你話 結果呢 可以告訴你 不同的心別 是你炒我 我走 沒有在港台做炮台罵他們 你這幫地獄之子 你炒我 想到地獄 沒有 一句沒有說 他最後一篇講章 或者好得不得了 他是掛著那些 新信的人 安撫他們 他說我願意離開 不爭辯 不爭辯 然後呢 他離開了教會 身體力行 就去到印第灣人 那裡 服侍他們 向他傳呼音 克林斯頓就請他做 美國克林斯頓就請他做院長 他就離開印第灣人 上任途中 他染到天花病 去世 所以一個 遵行上帝旨意的祭司 很重要 可惜 離家時代的祭司 是為顧隔 為了上樓給他的身上 就是那個時候 待會我們會講 為何離家 這麼難過 講這個說話 第三種 就是先知 先知是為銀錢占卜 占卜 當時是有的 污名土名 是為了人給他們錢 來求問上帝 而他們所講的 完全不是根據神 所交給他們的生活 好 三種人都是很貪婪 是完全為了錢 屈枉正直 這樣呢 我們就看下去了 下面一窗 在這段經文裡面 就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字 就是公義 公義 公義這個字 公平 或者公義 是這個字 你知道這個字 在舊約裡面 是指人的行為 要遵守一個標準 是什麼標準呢 就是按照上帝的論法 但是現在這三種人 已經沒有了公義 沒有了公平 沒有了公義 那現在呢 他用這個Misper這個字 第一 公義不是來自世界 不是來自這個世俗 是來自聖經 公義就是來自上帝的律法 第二呢 是來自上帝所給人的良知 由上帝的律法 到人的良知 然後呢 是來自上帝的子民的共識 就是說呢 也不是單單一個人 我覺得這樣就是這樣 你還要看著其他人 是不是一個共識 所以呢 是有一個群體性的 又有個體性 但最重要呢 就是那個基礎 是在律法上面 不過律法怎麼看呢 都人見人數 就是說你這樣解釋 他這樣解釋 所以就需要呢 有大家一起 來到去 在上帝面前 謙卑的 來領受 找出個共識 當人多的時候 人的私心就會減少 神的真理就容易顯現 所謂民主制度 就是要有公平的監察制度 不讓人的罪性 私心 決定了 你的看法 這個呢 也都是新水經一直教導 聖靈感動人 就不會只感動一個人的 所謂人說我昨晚發夢 聖靈叫我做什麼做什麼 要跟隨我 聖靈呢 是能到群體 弟兄姊妹要認證 如果你經常說 只有我有真理 其他人都沒有真理 說這種說話的人 都挺危險的 為什麼聖靈常疼你呢 不疼他呢 你比較帥 年輕一點 不是的 聖靈是在基督徒 在群體裡面 所以那種的公平 不是單單個人性的 是群體性的 好了 當我們說呢 在旧聖經裡面 講到這個公平 在三章第一節裡面 三章 這裡就 你難道不知道公平嗎 就是這個字 在三章那裡 公平和公義兩個字 是很相似的 其實字根都是一樣的 從這裡我們就看到 尼加書整個貫穿 那個的訊息 都是在這個字裡面 好 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 在英國就有一個政治家 當然這個是一個相當好的基督徒 他說的話是很有意思的 他就說 這個議員 這個議員 他說公義是要行出真理 他背後的真理呢 就是指著聖經 就是指著上帝所啟示 他說公義是什麼 就是要將聖經的教導 是不會因為人的私心 因為你的利益遮掩了 以致走不出來 所以公義是要將聖經裡面 是無私心地去走出來 那背後那個很濃厚的 一個交革的意念 在當時英國的國會上面 雖然大家都不說 在十九世紀 但是大家心中有一個標準 就是你所做的 是不是違反了聖經裡面的教導 今天我們都很難找的 所以下面一張 那我們就提過公義 一般來說就是愛人如己 之而處理的事情 但是在當時 我們看回尼加的時候 要行公義 就是因為當時沒有陪審團 那他們就不是單單靠理性的 或者社會風俗 就是要回到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就有三種人 祭司 和軍王 祭司、軍王之外還有 那些民事 就是律法專家 軍王間中都會參與的 所以那個群體性其實很完整 就是那個制度相當好 你知道所羅門都試過判案的 是嗎? 就是說如果祭司不行 就要找那些律法專家 如果都不行就找軍王 那他們是一起去看一看 聖經怎麼說 神怎麼去帶領他們 還有公義就不是 只是要行處罰人的 不是的 裡面是有憐憫的 所以那個憐憐 我們說律法分外人情 這個說話的背後 已經反映了聖經的價值觀 上帝不喜歡懲罰人 雖然上帝有公義 但是上帝有慈愛的 而兩方面是要平衡的 如果你看上帝的聖情 你就會看到 你記不記得祭司 它不是有一個空牌的 它不是有十二個寶石的 如果你看聖經 你記得 頭一粒寶石 和最後一粒寶石 一個是紅寶石 一個是綠翡翠 一頭一尾 一個是紅色 就是代表了慈愛 綠色的一個是代表了公義 而這個一頭一尾的寶石 在哪裏再出現 就是啟示錄 就是若寒 看到寶座上面 所以感受到上帝 就是紅寶石 和那個綠寶石 紅色就是上帝的慈愛 對人的擁抱 很奇妙 上帝的綠色 代表上公義 對人的審判 兩樣東西 就夾成了上帝的聖情 很奇妙 上帝一定兩樣 不是單單自賦 又不是單單公義 兩個成為一個平衡 那現在 在公義的詞裏面 就包含了這兩樣東西 公義不是只是審判 而是兩樣東西 慈愛 好 我們講到官長和法官 三章十一節裏面 我們看回三章九到十一節 在聖經裏面就看到 他是雅各家的領袖 以色列家的官長 要聽 他們來厭護公平 這個公平就是公義 在一切事件上屈枉淨淨淨 說罵得很厲害 他怎麼罵他 他說以人血建立石安 以罪孽建立耶路撒冷 首領為賄賂行審判 祭司為顧價施負貝 先知為銀錢之福 他們卻倚靠耶和華說 耶和華不是在我們中間嗎 真的很無恥 他們不聽神的話 就說你看神在我們裡面 他說災禍必不臨到我門 就是他們不聽上帝的說話 但是有方便 他們就以為上帝是和他們在一起 所以對上帝來說是很棄的 那麼十二節 他說所以因你們的緣故 這樣就出手了 因為他們不聽神的說話 就是神在我這邊 神說怎麼搞錯 我現在很生氣 你還說我支持你 你這樣去欺負人 你還說我幫你 所以十二節神就說 他說聖安必被耕種像那塊田 耶路撒冷必變為聯堆 借電一山必像松林的高層 所以說我出手了 我要讓你知道我不是站在這裡 聖安好像被耕種田 即是聖安已經沒有人居住了 像一塊田一樣 那些屋子全部拆掉了 耶路撒冷變為聯堆 耶路撒冷全部拆到 退換拜雅 聖電都沒有了 果然後來就是了 聖安被毀了 田的山必像松林的高柱 野草松生 那個審判很厲害 就是因為神說公義的東西 我已經教了你 但你們這三種人 竟然完全不聽 哇 很嚴厲 公義這個字是出現了一百次 在整個舊約一百次 你想想上去是多麼重視這個字 而公義和公平這個字 在以色列裡面一直在耳朵那裡 好 看下一張 我們看看當時背景 當時他們北邊有亞術 西北有亞難人 剛才我講過 亞難人聯合以色列對猶大 猶大不聽 他們就結盟了亞術 結果現在要講 為什麼尼加這麼嚴厲 集給你這樣做呢 下一張 就是因為 阿哈斯之後 他們幾個皇帝 要服從亞術 當猶大成為亞術的富庸國 當時阿哈斯 他就要去亞術朝拜 他去的時候 他就把亞術那個神 叫做亞斯湖 那個神就是這個 就把他的徒仰交給 祭司烏利亞 你看聖經看到他 就在耶路撒冷那裡 做一個神壇 那烏利亞 他作為祭司 他應該站起來 反對這件事 但是這個祭司 不單止沒有站起來反對 他還是超快完成 就是超額完成 他去朝拜亞術 這個亞術朝拜 都還沒回來 已經整好了 整好了還看到有人去拜 哇 厲害 好東西 真是 加班 是這樣的 現在不是氣到七孔生煙 不單止這樣 他還叫所有的皇族 宗教領袖 公開的敬拜 那聖殿怎樣呢 聖殿原來 有些 憲制用的 銅海 還有那些祭壇 為了要擺這個神 就拆掉它 那那些百姓怎麼建制呢 不用了 上去聖殿 就看到舊東西 整個聖殿 變成一個異教的中心 整個以色列 是完全破壞了 他們原有的宗教 破壞了原來的精神 並且公然違反律法第一屆 除了我以外 不過有別的神 如果第一屆都不遵守的話 那聖殿律法就不需要遵守 所以你在這個時候 你會看到 整個猶太國 去到這樣的地步 我們看下去下面 事實上 上帝對於猶太國 就有兩條法律是保護的 那兩條法律是很重要的 一個就是人身自由 一個地產的條例 第一個就是 你在百姓面前立的典章 是這樣的 在這個初一級見 他說你若買希伯來人做勞服 他服侍你六年 第七年可以自由 初一級見二十章 一到三節 就是 沒有一個人可以永遠被人操控的 這個是上帝的心意 因為所有人是上帝手所做 所以沒有一個人可以成為他的上帝 而沒有一個人可以做上帝 除了上帝之外 我們屬於上帝 這個也是西方 所講的民主政治人權的最基本 就是洛克所講的 他說如果所有人都屬於上帝 君王跟我們平等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和我都在上帝面前認罪 你和我的罪人 如果你和我的罪人 皇帝和一個偽民 黑衣 在上帝面前看起來 就是平等 這個就是人類平等的基礎 後來西方用了人類平等 就不要上帝 就只是講人類平等 就不能解釋 為什麼人平等 要人平等 平等就是平等 我們都講習慣了 講幾百年了 洛克說 為什麼是人人平等 因為你和我的罪人 你憑什麼好過我 你和我都要去救贖 你和我都是上帝所做 這是基礎 人的平等不表示 你有不同的能力 有些人出身強壯些 有些人出身弱些 但是在地位上 在神體裡是平等的 因為上帝不是計分人 上帝是看你和我的生命價值 這個就是西方原來的精神 不過很可惜 現在有這些精神 不再追查他根源了什麼 律法上就已經賦予了人生自人平等 就是我們屬於上帝 還有地 在23節就說 地是幫我冥賣下一張 地是不可永賣 因為地是我的 你在他面前嚇你 因為地是屬於上帝 你不能夠將佔有別人的地 成為永遠 將別人成為龍龍 這個是聖經的反對 也都是這樣緣故 上帝要從埃及 將那些子民請求出來 因為那些子民在埃及做奴隸 上帝不要有奴隸 因為美國聖經的黑龍 他有一個很基本的就是 我們不能夠做上帝 所有人都是自由 地是屬於上帝 你不能夠永遠戰友 上帝給了以色列之後 這塊地就屬於他 就算他賣了 七七四十九年 也歸還給他 為什麼有這兩個條例呢 這兩個條例就是保障的子民 讓這些子民是有尊嚴 能夠活在這個世上 也都向這個世界說出來 全地是上帝的 不要有人 私心地去操控其他人 也都不要有國家去侵略其他人 所以這個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是作為創造的主 他就要世上的人 那些人是遵守他的話語 很可惜 剛才我們說過 他們的手是屬於當地的宗教 是完全沒有這樣的條例 當地的加南人和阿斯湖 就強者為亡 你誰打敗對方 就成為奴隸了 所以早期的社會有很多奴隸制 就成為你的財產 你要怎樣就怎樣 不單止他的財產 他老婆子女都是屬於你的 這個就是當時 無論是波斯也好 羅馬甚至 在當時整個社會 是這樣看人 人沒有獨立價值 強者受了操控 以色列人 現在完全追隨了這些 所謂世俗主義 因為這樣他們就有財富 特別那些祭司和那些中國領袖 他知道這個國家很危險 阿述中來可能會佔領他們 所以他預先搜刮 拿了這些錢 所以現在那個責備就是這樣出來 好 看下一張 第二個審判就是祭司 他說祭司為顧駕師分配 舊月的祭司 這個字是很奇妙的 所以和大家討論 祭司的字就是Truth Sayer 就是講真理的意思 你知道祭司這個字 就是講話語 達巴這個字 而這個字是指什麼 達巴原來是指後庭 就好像智聖所 所以舊月裡面所說的祭司 就是和智聖所 Holy or Holiness的意思是有關係的 智聖所就是答Bir 和達巴兩個字 兩個字是一樣的 就是上帝的話語在哪裡出呢? 智聖所和祭司所說 而祭司在智聖所領受上帝的話語 就是在以色列面前宣講出來 當他一宣講出來 那個話語就變成了歷史 或者是瑞瑞瑪瑞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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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 就是成為歷史 祭司說出來 但是現在很可惜祭司不再說了 所以祭司整個職份已經沒有了 他應該要說神的話 自盛領受 但是現在不再說了 因為發現話語不適合他聽 跟他們搶奪人的財產 跟他自己的地位 跟他自己的利益 有衝突 不再聽了 上帝的話語正正和他的行動是一致的 因為上帝是信實 所以上帝的話語說出來 上帝一定會執行的 我們說阿門 阿門就是上帝的話語和真理印證的意思 但是現在祭司不再說神的話語就沒有了根據 好 下一張 再下一張 阿哈斯事件 當這個阿哈斯 這個祭司完全失去了祭司的本分 他只是遵從世俗法 我再說 世俗法在今天也在影響教會很厲害 世俗的看法 阿哈斯就追隨當時的世俗法 當時的整個大勢 阿述 和當時的聚力 當時的一般的文化來做事 完全失去了他應有的上帝的教導 這個祭司就給我們看見是一個很危險的 在今天我們發現這些宗教領袖 如果追隨世俗法 而不去看聖經 做成了禍害是很大 我不知道澳洲情況是怎樣 在加拿大那班最大的教會 就叫做聯合教會 八十年代 他們認為人權很熟悉 即是你喜歡什麼 教會要去慶從人的需要 1984年 我已經在加拿大 我親自目睹這個教會 當時的那班所謂制使 那班最高的領袖 當時他們就說 我們要尊重每個人的聖取向 政府未提出同性戀 教會就已經通過 按立同性戀律師 80年代 被政府重先進 87年 我就遇到聯合教會的人 同性戀律師 當時在開會的時候 他說 保羅說的那些是歷史 他還舉了一個例子 聖經說是蒙頭 那你有沒有蒙頭?沒有嘛 所以說的那些是歷史 現在是按照現在的需要 現在的社會 現在什麼事呢?二十一世紀都來了 你還在說那些這麼古老的事 所以他們又成為了 這班的人就看他們的需要 世俗班 外面的社會 並且在教會大頭 那直到同性婚姻什麼時候才通過呢? 1994年 布泰華政府 當時我們反對 我就不幸 不知道有人不幸 就做了那個 就是反對同性戀律 合法化和那個人權法的主席 為什麼呢? 我不是很喜歡做 我很關心 但是我不喜歡做出頭了 怕被人打 但是後來就發現原來 Athnic minority 就是那些少數民族 是有好處的 原來在做一個牧師 他是 好像說 Bonson Street 一個很大的浸信會牧師 他在做一個主席 就是帶領人 爭取以家庭為主 一難一難 就反對那個人權法 就說 就是那個同性戀的人權法 就要 以後解釋什麼人權 Beauty for the world 那他有一天走來我的辦公室 差不多一瞎這樣說 他說 容師 我不做得了 你幫我做 應該想一起開會 我說為什麼 他說我被人炒了一天 我說為什麼 因為他們執事會 贊成同性戀 我在廣台上面 反對同性戀 諾韓就被他炒了 我不是說是一間浸信會 因為浸信會是絕對堂會決定的 是嗎 剛剛也不去浸信會 是那間而已 他們的執事會是最大權的 他們的執事會是支持同性戀的人 所以這些牧師 不聽話 炒了他 他說我不做了 因為我工都沒得做 我現在要去別的 那我就臨敵授命 他說你就是 中美人好一點的 罵都會留守一點的 我們白人也不太好 這樣就做了 那當時爭取什麼呢 因為整個氣氛是這樣的 就是通過了所標示的溫文 的意思就是 同性戀的人 不可以歧視他 那我們也不會歧視他 是不是 但是要立法保障 不可以歧視他 表面看來 就沒有問題 那我的群體有八個組織 八個組織 有律師 有醫生 有護士 還有回教徒 那有八個專業團體組織 就爭取一男一女的家庭的定義 並且就說 人權法已經保障了所有人 就不應該要為一個單獨群體人 特別賦予他一個法律的特權 所以說那個論語很簡單 咦?同性戀的人 就要通過法律 要特別保護他 那我四眼 我都會被人歧視的 我又通過條例 法律保護四眼的人 被人歧視 就可以告他 我胖子 經常被人歧視 我坐在車的時候 那些人就說 我這麼胖 讚著他 那我歧視我 就不需要通過法律 保護肥人 不被歧視呢? 所以當時提出很簡單 就說 因為人權法已經保障了所有人 需要特別的群體 都要落下來保障他呢? 後來就通過了 通過了 通過了成為法律之系 問題就來了 多倫多在這間印刷床 他就說 這間印刷床 在這間印刷床 是一間接單生意 是一個同性戀的 婚姻就找他印結婚卡 那他就說 很抱歉 這件事我不可以做 他沒有說這個理由 他說 我作為一個商業的機構 我有權選擇 做和不做 這個是自由法案 這樣說 他就說 你歧視我 你歧視我同性戀 所以你不幫我人 他沒有說同性戀 他沒有說 他就說 我不想接這單生意 就是這麼簡單 於是 他就入稟法院 告他 因為有法保障 所以他可以告你 他不用錢的 一天有法律 依法去告你 律性私去檢控你 但是你要自己辯護 那你怎樣 那你就請律師 那你就打官司 那你給很多錢 那那個印刷公司 就打官司 他說我作為商業機構 我是有權 接受這單生意 和不接受這單生意 是不需要給理由的 是嗎 我不喜歡做這單生意 那他說我完全沒有歧視他 不過我不想做這單生意 那他就提供了這 那他就打官司 那打到上去 最後一個法官 就判這個印刷公司得席 他說商業機構是有權 做這單生意 不做這單生意 得席 結果不贏 這個人當時破產 因為錢打了官司 啊行了 完了 就是這樣搞你 是這麼簡單 因為有法和沒有法就是這裏 有法保護 匯豐銀行更好事 很多人都匯豐銀行呢 那我以下的說話呢 完全沒有歧視成份 請你注意 就有一位人兄或人姐 胡蘇勒葛 扮女人 穿上唇膏 穿高側鞋 坐在reception那裡 那中國人呢 就很不舒服 不安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 有一次我在香港機場 我進去廁所 我要我入了女廁 我看到女人在裡面 再看一看 幸好她有高側鞋 那我現在看一看是不是女廁 他就看一看 是很騷的 即是 你都不安 那經理呢 就跟這位 不知道人兄人姐說 他說 我很尊重你爭扮 你怎麼爭扮 我沒有權說你 不過我想調到你職位 不要在reception那裡 在裡面呢 在裡面 我給你一個漂亮的房間 行不行 不行 你歧視我 告他 他會說 不要了不要了 我賠錢給你 結果呢 就賠了一大筆錢 因為一搞上法庭 說你一陣子教 那匯豐文浩就學精了 他說這些人真的沒有打官司 一打 很麻煩 因為他說 他 是作為 那個同性戀partner的 女性的部分 所以他有這樣的裝扮 這個是他的性取向 這樣的情況 我不需要澳洲入門 但是起源於加拿大 是由教會開始的 我就在這裡問一個問題 我說當一個 作為宗教的領袖 他自己都公然藐視聖經的時候 你還怎樣在講壇上去 來去按照神的話語的教導 所以由80年代聯絡教會 那個聚會人數 每年減10% 到了21世紀 今天聯絡教會 所回教會人數 比起上世紀70年代 跌到只剩下10% 不斷有教會出賣 狗里面只是剩下的老人家 當牧師說做喪禮做最後一個 就倒閉了 一個被就作的教會 如果不遵守神的話 我看不到有什麼祝福 當他為了自己 為了這個世俗化 而放下了神的話 這個真是教會走向滅亡的開始 下面一章 下面一章 到先知了 先知呢 是為顧的 先知的字 原來的字 就叫做Lover 其實這個字是很有趣的 這個字呢 即是很有義情 先知說到很有義情 義情很重要 就是他領受了神的話 是帶有激情 就好像舊約先知一樣 由河西的先知很有激情 耶利文的先知很有激情 來到他把神話說出來 一個沒有激情的先知 很糟糕 今天我在神院教書 我經常跟一些學生說 我說 人最重要是PASSION 沒有PASSION的人 即是沒有激情的人 這個人就好像什麼呢 就好像殯儀館的堂官 有沒有聽過 那些人是沒有感情的 不會笑 不會哭 他們只會站在那裡 又嚇到 又是鞠躬 再鞠躬 家屬謝禮 不會笑的 不會哭的 沒有感情的 沒有獨獨的 你是不是想這樣 就先知不是這樣 充滿激情 因為上帝是充滿激情 將真理講述 就帶有感情 先領受 自己被激勵 然後去講述出來 所以是一個很有沸騰 就是上帝呼召 上帝透過異夢異象 看事給他 當他去宣廣的時候 是帶著上帝的能力而去的 那才是有三方面的特點的 下一章 第一就是預言 就是上帝掌管歷史 預言是來自神 上帝按公義宣告 向列國私人審判 第二就是關懷 上帝除了公義之外 還有慈愛關懷 就是心愛他所做的人 他滿了面吻和熱情 第三批判 批判就是無據權貴 因為他是上帝的傭人 我們今天是上帝的兒女 我們地位很高 所以我們不需要怕這個世界上 那些的權貴人士 因為我們的地位比他更高 以至他是無據 在國家事務上扮演一個很活躍的一個政治家 發出嚴峻的批判 他不是政治家 但是他扮演一種批判性 但是很可惜 仙智就有真有假 而尼家書是特別提到假仙智 下章 假仙智在《生命記》裡面是先提出來的 就是《生命記》十三章一到三節 他們中間有先知或者做夢的起立 向你顯個神職其事 對你說 我們要隨從你素來所不認識的別臣 侍奉他 他們是行神職人 寧欠不一定是真理 有些人說我拜皇大仙很靈 是很靈 你又不要說他不靈 不靈是假神 不是假神都會靈 是吧 因為他假神都會來自靈界能力 但靈不一定是真理 所以我們上帝大了能力 我們有聖經有啟示 有真理 我們不跟他辯論 但我們要被知道 我們的所信仰在歷史上是遠遠流暢 很多人去經歷 不是只提一個人 也不是提一件事 尼家提到假神職是什麼呢 下面一張 尼家就提到 他輪到使用民走叉路的神職 他們牙齒有所著 就呼喊說平安寮 凡不供給他們虛的 就預備攻擊他們 尼家所提到假神職主要就是 為了錢的緣故 有得吃我就什麼都說 為了自己的權威 為了自己的利益 所以尼家所針對假神職 和生命記 兩種的假神職 又有些不同 而你現在所說的 這假神職神怎麼跟他講呢 夜會說如此說 你們必遭遇黑夜 以至不見異象 又必遭遇幽暗 以至不能占卜 神說我不會再看事給你 黑夜就是摸索你什麼都沒有 你說話亂說而已 在黑暗裡面什麼都看不到 你就是亂發言言 他日後必向你們沉落 白袖變為黑暗 沒有了神的說話 就是黑暗裡面 上的說話是我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 你離開上的說話 你還有什麼光呢 你就亂說的 神說燈台我落開了 再沒有光 然後第七節 先知必普貴 占卜的必蒙羞 都必堵著嘴唇 因為上帝不應找他們 第八節 他至於我 我直言我的靈滿有力量 公平才能 可以向雅各說明他們過分 向以色列指出他們的罪惡 以後的靈就是生命的光 滿有能力才可以宣講公平的說話 假先知很可怕 為了自己權威 這些假先知 在過去很長的日子裡面 用他的地位 賺取他們自己的利益 我發現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假先知很多時候 就跟這個富貴福音 是很有關係的 有沒有聽過有一位牧師 叫郭美光 有沒有聽過 信耶穌得鑽石呢 有沒有聽過 他就說 你信耶穌就可以去鑽石 那他就說 我今天撿到五顆鑽石 那些人也沒有問 有多大有多少卡 如果有一兩卡都很厲害 很發達 真的很奇怪 那在過去的假先知 很多時候 就把成功和富貴放在一起 你都會聽過 信耶穌得水牛 有沒有聽過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當時永生 張高說 拉了下去 就變成水牛 是嗎 信耶穌得水牛 你信耶穌 你就會有富貴 神是會祝福你 凡是富貴的 就是凡是富貴的 就有神的祝福 不富貴就是你不夠信心 他說 因為上帝是豐富的 上帝一定會祝福你 假先知就把兩個拉丁文的字混淆了 很抱歉 那兩個拉丁文的字 一個字就叫Dijule 一個叫Defetto Jule就是J-U-R-E Dijule D-E Jule是J-U-R-E 是什麼意思呢 Dijule就是權利上 權利上就是 因為耶穌基督是萬有的主 上帝的兒子 來到世界上 他本身是非常尊貴 榮耀 並且擁有 這個Dijule就是權利上 但事實上耶穌基督在地上有什麼 就叫Defetto Defetto F-E-C-T-O Defetto的意思就是 事實上耶穌一無所有 無枕首的地方 晚上睡都沒得睡 吃都沒得吃 那些門頭餓到去拿墨水 那墨子的水就撕開來吃 有沒有吃過 當然沒有了 我們餐餐去吃珍珠米 吃飯 就是他們餓到沒得吃 拿那些墨 還未吃米的 那些粉 就是那些汁 來去頂圖 就是跟耶穌都沒什麼好死 沒什麼好吃 沒什麼好吃 沒什麼好吃就是 耶穌事實上在世上 是一無所有 但是 基督教那個 的教導 的寶貴地方是什麼呢 因為那個Defetto 不是在今天去成就 在生命裡面去成就 在將來去成就 信心就在這裡 信心就是說 耶穌基督 是不是真的這麼倒楣呢 不是 因為他的復活 就已經帶來了確實盼望 他上去而止 得勝死亡 但是要榮耀復活 升天 讓人看到他榮美 天使說他怎麼去 他怎麼回來 是一個很真實的 不過在世上 他放下了名利富貴財富 他放下了這些東西 要和我們一起同行 就不要把Defetto和Defetto 撈亂 現在富貴福音就說 信耶穌一定是富貴的 耶穌基督上去富貴 所以你窮就不是上去心意 這樣說 這個社會就很慘 在教會裡面 你得醫治就上去祝福你了 但是有很多人在病裡面 怎麼看呢 耶穌基督一生沒有富貴過 還被人吊在井裡面 到最後耶穌基督怎麼死呢 在埃及被猶太人用石頭扔死的 那麼耶穌基督這生是很失敗 從頭到尾都失敗 耶穌基督到最後登十字架 從猶太人看來 從頭到尾都失敗 正正在失敗的裡面 耶穌基督就彰顯了 他那種的能力 他那種致死不溫 他對上帝的忠心 那種榮耀全流到今日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面 毫無條件為他流出寶血 結智他的罪 最後他得榮耀 他復活他升天 來將他所做的顯出為真實 今天我們神的兒女 一方面我們地位好尊崇 但第二方面我們學校耶穌 圓有卑微的服侍世上的人 我們不會覺得委屈 因為我們甘心情願 好像耶穌一樣 作為基督徒 我們一定是不抗不卑 我們不會驕傲 我們雖然有神給我們上的兒女的地位 非常高 但我們不會驕傲 但我們不會自卑 我們是服侍最卑微的人 麻方病人 窮人 我們同一齊受苦 我們不會覺得卑微 因為基督也是這樣做 所以基督徒的身份很自由 很可惜 當時這班人是用一枝半解神學 就鼓勵貪財 你越有錢就越有神的祝福 將上帝這個祝福 變成了他們得利的才好 認為有錢富貴就等於祝福 這個完全不是聖經教育 真正的福利是永恆的生命 永恆的盼望 以至我今天有力能夠走在這個路上 可以面對這些困難 而這班人呢 尼加怎麼說呢 在第六節那裏 這個五節到八節 第五節到六節 第六節那裏怎麼說呢 他說你列波雪兒 第六節 三章五節在這裏 三章五節八節在這裏 這樣呢 尼加就跟他們說 他說你這班人 不要說語言 他說你這班人呢 是說你自己的說話 那還有呢 我們看回 尼加所說的這個假先知 因為他是為了自己的地位 為了自己的勢力 假先知呢 還可怕你看下一張 下一張 假先知呢 就是為了自己的勢力 來去講他自己的事 在這裏我想舉個例子 這例子呢 其實呢 是有類似的 他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扮了一個先知 說一番話呢 他以為呢 可以保障地位 但是呢 就害死了很多很多人 所以 上帝給一個人的恩賜 給一個人的聰明智慧 在某個地位上 不是按照常理 結果呢 在歷史上是一個災難 這個不是基督徒 也不是基督教先知 這個人 老一個人會認識 就叫做前學生 很熟悉的 50年代 在美國 就因為他有助傾思想 美國政府趕走了 就回到中國 一個火箭專家 科學家來的 很厲害的 前學生 我不質疑 我不質疑 她的知識 不質疑 她的科學成就 她對中國貢獻很大 但是呢 就在政治運動最艱難的時候 她為了自己的地位 她說了一番說話 這番說話呢 影響了布什東 在1958年 當時大躍進的時候 錢學生 她不是農業專家 她也從來沒有去耕田 也沒有做過任何事業 她就發表了一個論文 在中國青年部 響應政府 當時政府說大躍進 有沒有聽過大躍進 社會主義生產 大躍進 人民公社 真的好 有人檢討 證明我們都知道 中國小歷史 就說呢 當時毛澤東提過一句說話 很遺心 他說 人有多大膽 地有多大產 有沒有聽過 你有多大膽 那塊地就會有多少的生產 這塊地 一塊地的生產 通常就是 兩千斤米 一塊地 如果你夠膽 可以生產四千斤 那塊地就可以生產四千斤 人有多大膽 地有多大產 那時候很流行 錢學生不是農業 他就扮演先知 他怎麼說呢 他說 在一個中國青年報 就發表一個論文 那個論文就叫做 農業中的力學問題 他說 某產萬斤不是問題 萬斤不是千斤 他一某可以產 一萬斤 於是呢 他就說 農業生產呢 就是要根據太陽光 光合作用 那些廢話 總之呢 你是用盡這個方式 就不單止是二千斤 而且是可以去十倍二十倍 去到一萬斤 那這個就配合了毛澤東所說 就是某產很多 那當時呢 就有一個李銳 就是當時這個政府裏面的農業部長 他呢 他呢 就 記載了 田家英 就是中央委員會的副主席 就這樣問毛澤東 他說 喂毛澤東呀 錢學生不是農業專家 他又沒有做過農民 他說 你呢 就做過 就是說 毛澤東你耕個田 他說你自己想想 一某地可不可以生產一萬斤 其實呢 是不行的 就是最多最多 其實呢 最多是一千斤而已 頂路去到二千斤已經是很少 那毛澤東就說 沒有的 大科學家說的話 我們當然要相信的 是嗎 我不行 大科學家說可以就可以 於是 繼續推行 於是呢 大躍進就出現 所以每個人就說 你不夠信心 你不愛黨 所以你的田地生產不少 那便猛報了 這個說 我一萬斤 我二萬斤 我五萬斤 你知道報了之後有什麼後果 你要納糧嘛 你一萬斤 你就要納一半五千斤 納十斤就納一千斤 你不吃 你不夠納的嘛 那結果呢 上繳的糧 繳完之後 你就不會吃 再加上其他疫情 它影響有多大 餓死了四千萬人 後來呢 後來呢 就完完之後 有人再問錢學生 他說 你那篇文章有沒有根據 他竟然說 當然有根據 他們不科學 他們不懂科學 他們不懂科學 後面呢 那些人知道救了 即是說呢 他所謂先知的地位 是完全為了他自己穩固 無故於事實 假先知的可怕 就是這個 現在在 即是這個 今天的先知 在這裡我就說 今天的先知 是要敢於向 世俗文化挑戰 當日的先知 要敢於向政治的挑戰 你才配得到先知 那我們就問這個問題 究竟現在的教會出了什麼問題 那現在的 在這個 剛才我講聯絡教會 在講現在西方的基督教 我講西方基督教的社會 出了什麼問題 在這裡呢 我們就在今天的假先知 是有兩樣意見 一樣的就是自由神學 一樣的就是世俗文化 結論就是 無上限的人權 無底線的道德 我解釋一下 你知道呢 近代神龍街 是一個很出名的人 影響很大 如果你去中國大陸 所有大學 一講嬌教 一定講這個人 就叫做士來馬客 士來馬客呢 是當時德國 一個很出名的神龍街 他講到 是坐滿了 排隊聽的講到 因為當時呢 德國的人 講的神龍是很高深的 很枯燥 講那些的道理呢 是一般人呢 是聽不明白的 那麼呢 士來馬客就說 太多人講理性的東西 會友是聽不明白的 所以呢 他要講什麼呢 他就說 宗教是什麼呢 其實宗教就是感情來的 religion這個字 宗教religion 就是religious 敬虔 敬虔是一種感情來的 他說我們今天回教會 我們不是問 有沒有耶穌這個人 究竟有沒有心理一體 究竟耶穌是不是存在 有沒有歷史的耶穌 不是問這些 所以我們今天回教會 最重要是敬拜上帝 而敬拜上帝 我心裏面得到安慰 在裏面我感受到神力同在 我祈禱的時候 心裡都很舒服 所以我留在這裏 所以我們請人回教會就是 你不要跟他說什麼神人異性 講完都不明白 還沒講完都走去了 是吧 你說考古學 證明當時有沒有大衛 有沒有西諾阿慈 是不是真的存在 是不是有約翰 你說這些話這麼悶 最重要是說 你對上帝的感受 有沒有說錯 當然沒有 是吧 我們回教會 當然要感受到神 是吧 我祈禱上帝幫助我 說你心裏面很舒服 有沒有錯呢 沒有錯的 但問題在哪裡 你明不明白那個問題是很嚴重 就是說我今天回教會 我完全感受到神的動作 我感受到神的動作 我覺得上帝與我動作 我覺得祈禱蒙英文 我覺得弟兄姊妹對我很好 我本來很難過 現在很開心 整個宗教 就落在人的主體的感受 religious 敬虔的感受上面 有沒有上帝不重要 重要就是你感受到這個上帝 feeling取代了objectivity 上帝的客觀存在 如果耶穌基督 祂所說的說話 能夠幫到你安慰到你 這個就是目的 耶穌基督是不是上帝 而是否上帝 這個不重要 重要就是祂說話 是能夠給你一時的幫助 這種就叫做人類學的神學 以人為基礎的 宗教之所謂的宗教 就要看它會不會 如果它對你是有效的 你回到教會是很安慰的 這個就比宗教 而不是背後有沒有上帝 有沒有耶穌基督 要登十字架 這件事當時所傳說出來 很多人同意 很多人說 是的 我回到教會就是想這樣 你不要跟我說那麼多 其他事情是留給神學家說 我不需要 宗教到這樣的地步 以人為主 這個就是當時自由神學開始的第一步 有什麼問題呢? 我舉個例子 如果宗教只是 對我的心靈有安慰的話 那麼這個宗教 任何的宗教 都有這樣的過客 對不對? 你要描拜神 有沒有安慰? 當然有 我經常舉個例子 以前我教書都舉過 銅鑼灣呢 鵝頸橋下面 有打小人的 是不是? 你有個對頭 你的老闆很壞的 你拿了生辰百字的名字 晚上走到鵝頸橋底 叫那個人去幫我打他 拿個胎兒來打他 有了 一邊打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受? 你舒不舒服? 舒不舒服? 舒服! 多舒服! 打人家說 你今晚好不好睡? 哇 睡得不知道多香 很久沒睡 打人家說很舒服 能行嗎? 能行啊 靈驗啊 It's work 對你有幫助嘛 好了 如果上帝那個真實性不存在 所有宗教都可以滿足到人的追求 所有宗教都是同一條路 於是下面一章 後來就出現了 John Hick所說 上帝有多重聯想 就是說 宗教是什麼呢? 就不同的人 是追求一件事 那件事是不知道什麼來的 你證明不了的 佛教徒正在追求 回教徒正在追求 所有的人都在追求 都是為求在追尋真理 追求這個所謂真理 或者這個宗教上面 得到的安慰 那就是宗教了 因此 他就說 其實是有一個上帝 但一個上帝有不同的面相 有時候變成佛陀 有時候變成阿拉 有時候變成太上老君 上帝有很多不同的面相 其實大家都在敬拜同一個上帝 而這個影響什麼呢? 長話短說了 我沒有什麼時間 那個影響 就影響著佛教協進會 有關差傳的意義 過去差傳就說 有一個真上帝 因為他創造了人 人背叛了他犯罪 現在上帝救贖他 差別耶穌基督去拯救他 他必須悔改 然後回轉 歸向上帝 上帝赦免他 接罵他 重新得回上帝兒女的遺憤 除了耶穌之外 別無拯救 因為有新的理論就說 你不可以再說 除了耶穌之外 別無拯救 為什麼? 因為 宗教最主就是 你得安慰 他得幫助 宗教是一個過程 以人為主的一種敬善的過程 所以七三年在曼谷 舉行那個會議講差傳 就說我們傳福音是說什麼呢? 是很離譜的 他說我們傳福音對他們說 差別宗教士 對著佛教徒說 恭喜你 你繼續努力拜佛 我們將來天行相見 一樣的 你敬善就可以了 對回教徒說 你繼續去阿拉 去拜 這個就是福音 福音就是宣告 你已經得救了 這樣的差傳 所以當時的開會 羅馬天主教的觀察 人說 真是有病 去到這個地步 那這叫什麼宣告? 加拿大的聯合教會 我最記得 之後你究竟做了什麼事 說這個聯合教會很離譜 他就向原住民發表一個公開道歉信 對不起 以前的傳福音騷擾了你的生活 令到你離開了你自己的文化 信了耶穌 現在你繼續去拜你精靈 我們不敢再騷擾你了 正式去道歉 加拿大聯合教會 不再派宣教時 派宣教時是幫助他建屋 幫助他照顧小孩子 給錢給他 幫他繼續去 不再講福音了 福音是我講的 你要聽我會告訴你 我不會offense你 你的權利 我不會offense你 人權 你有你的宗教 我有我的宗教 我怎麼offense你 我宣告福音就是 你已經得救了 天堂再見了 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福音派教會就說 我真的受不了 我不再去這樣的猜傳會議 才搞了洛宣會議出來 知道嗎 洛宣會議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所以全球的福音教會就說 我不再去跟他玩 我要另外搞一個 就找John Stock 去Draft洛宣信仰 我們今天只信一個主 就是耶穌基督 世人的救主 除他以外 別無故 請救 只有一個上帝 創造主的信仰 就是一個啟示 是對全人類 你可以不信 但你沒有影響到耶穌基督 我仍然關懷你 所以洛宣信仰 我全福音 我亦都關懷你 我亦都是看到你的需要 社會關懷和福音 一切做事 所以你會看到 假仙芝是很可怕 在離家時代的假仙芝 他們為了自己的口誓 為了他們吃 為了他們的錢 胡說話 說上帝在這裡 平安了 沒事了 阿索打來不用怕 老神同在 其實他自己害得不得了 他自己第一個先走 掛錢就走人 又知道 那些耶穌基督 所以現在當時的信息 是針對他們 在今天 我們都要很小心 在我們信仰上 我們看看 我會講長一點 這個就 剛才講了 我要講的是 在西方上面 因為教會都帶頭這樣行 所以基督教 其實是被邊緣 所以分派教會真的要 共同宣告 合作 為了神的福音 我們要站這項目 其實基督教是被邊緣化得很厲害 在這個文化上 因為多元主義 將基督教的獨一性 將它取消 我舉1993年的例子 我不知道澳洲有沒有 那些例子 是很典型的一個例子 當年1993年 在加拿大 是還沒有墮胎合法法 還沒有 所以如果一個人公然墮胎 是會觸犯法律 但是當時是在討論 在最高法院 在討論 並且 不選擇的人 就是贊成墮胎的人 他們是勝算在握的 在多倫多 就有一個醫生 他公然開一間墮胎診所 公然的 法律未通過 他先行 所以 就有很多人抗議 法律未通過 你這麼快就開一個墮胎診所 在一個門口抗議 他就不怕 為什麼 就告我 反正我法律快要通過 在外面的人 就一直舉牌 於是 他就報警 就說 那些示威者騷擾他 於是 警察 警察局就派警察去清場 叫那些人 不可以在門口 阻礙他做生意 其中 就有一個警察 這個警察 就跟上司說 他很抱歉 他說我都不贊成墮胎 如果我不是上班 我都會在示威 因此我不想 即是我的信仰 我的機構是信仰 我不想去驅逐他們 上司就把事情揭露出來 公諸傳媒 傳媒就大隻字在那裡 所以基督徒用自己的信仰 妨礙你自己的執法 即是不聽上司的說 他說你怎麼可以把信仰 在公共社會製造出來 其實公共社會是不容許有私人的信仰 有沒有聽過 如果信耶穌你沒有公開全福音 你信就分解信 你教會信 你不可以在公共的空間裏面 去宣揚你的信仰 罵了一隻狗這樣 後來呢 警察局就把他吊 就吊了很遠了 加拿大都沒有什麼水塘 不知手邊裏 總之是吊開了他 同一個星期 又有另一件事 就是一個印度鴿 石克鴿 大頭巾的 他那時候就說 石克鴿這個頭巾是我宗教的 就是顯示我宗教信仰 但是RCMP 就是皇家警察 就說 不能夠戴Turban 就是不能夠戴這些 因為這件事是不合理的 就說如果你戴頭巾 就不能做警察了 那他就上訴 就上訴到最高法院 就是這個星期 最高反映的判斥就是 這個石克鴿 作為小數民族 他是有權 表達他自己的信仰 是應該容許他 帶頭巾做警察 那麼傳媒那個禮拜 那些的編證 就說 哇股長 哇我們重視人權 重視他個人的信仰表達 大家忘記了剛剛兩天前 就罵了基督徒 為什麼公共空間 表示你的信仰呢 基督教不行 石克不行 所以今天你去加拿大 會看到很多包頭巾的 社會教的警察 很多的 越來越多 因為社會教人很遭遇 做警察 連那個黨的首領 都是帶頭巾 你有沒有覺得 在西方社會裡面 基督教本來是一個基礎 但現在是一路被淡化 一路被驅逐出 是一個公共空間 因為這樣的緣故 很多基督徒就開始灰心 我想跟大家說 上帝不灰心 我們也不應該灰心 因為耶穌基督 是我們的主義 是世界的主義 沒有的 民主社會很簡單 如果基督徒 我有同一個看法 我們的選舉 不單止包括了經濟 還包括了這個價值的系統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 使用我們的權力 所以基督徒參與社會政治 特別是加爾文所說的 是應該和本分 我們不是要搞政治 但是我們是盡我們的本分 將一個權力 來表達出來 所以今天 有時候我講到這裡 都是很不開心的 有一次我們多人多 就是一個 所關心的會議 就是講加拿大的法文 就是現在在講見聖人 和聖人這些 我預備了大篇文 要翻譯 就是國語 當時我收到一份東西之後 他就跟我說 楊牧師 你不要搞我 他說要坐牢 我搞錯了 我講了聖經 他說你不知道 這些東西隨時會被人 就說你仇恨他們 要坐牢 加拿大有這樣的例子 haste crime 我說你這麼怕錯誤 那你不要翻譯 我坐吧 如果他因為我講聖經 要抓我 我現在就 爭了一些怕錯誤 爭了一些肯錯誤的人 個個都很怕錯誤 我們不是不尊重他們 我想講回我們的立場 講回我們的信 加拿大很糟 有時候我覺得是一個敵基督的社會 但是仍然有一幫基督徒 有一幫好的基督徒 有一幫好的基督徒 仍然持守著 不斷的去發色 所安省呢 有些改變 西部有幾個省 開始有些改變 我們不敢奢望很多 因為整個社會的潮流都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灰心 你退縮的時候 那你更加 在你的社會沒有位置 我們祈禱 為我們國家祈禱 為社會祈禱 假先知為了自己的利益 但是今天我們每個基督徒 都有先知的身份 祭司的身份 所以我們不 無可懼憑 時間差不多了 其他呢 還有些事情 講 我就講到這裡 我們一起祈禱 祈禱 我們很明白 今天我們在這個世界 不受歡迎 一個光美的世界 世界不接受光 但我們知道世界沒有了光 世界就在混亂的當中 雖然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沒有很多的才能 我們也沒有 好像世人 這麼大聲 但我們有的 是主你給我們的公義上傳 求主祝福我們 作為你的兒女 我們有這個信任 我們不悲心 因為你世界信任 縱然這個世界 怎麼變 主你迎回回來 會受歡迎這個世界 我們為了祈禱給我們 永遠的生命 我們有這個盼望 我們無懼世界的改變 求主祝福我們每個頂子 我們彼此的同心 為主守望 更加為主所給我們 在這個美好的地方生活 我們有責任 去保存這個社會好的價值 求主祝福每個教會 祝福和我們同路的人 我們祈禱和主目瞳 阿們 謝大家 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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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下